二零一八年十月的印尼獅子航空 與二零一九年三月的伊索比亞航空 兩起重大空難 總共造成三百四十多人罹難 事發後的調查發現 飛機設計時採用的最新型操控軟體 是墜機的主要原因 隨後引發全球各國與有關的航空公司 全面停飛與事故同行的波音七三七 MAX客機 直到二零二零年底才逐步解除禁令 製造商波音 累積一個世紀的商譽遭到重創 這次發生墜機事故的中國東方航空 又是波音七三七墜毀 引發各方聯想 航空業專家強調 波音七三七這個暢銷機種 數十年來歷經多次改款 這些飛機只是外形類似 但內部的軟硬體 隨著航空科技演進 已是大不相同 東方航空這次失事的波音七三七八百 是七三七所謂次世代系列中最暢銷的機種 產量接近五千架 目前仍在服役的還有四千兩百架左右 主要執行中短程的飛行任務 包括我國俗稱空軍一號的總統專機 也使用了波音七三七八百 目前中國各大小航空公司 有超過一千一百架的七三七八百 而東方航空連同子公司大約兩百架 是這個系列機型的最大客戶之一 事發飛機為波音七三七八百 2015年6月22日引進 截至事故發生時 共飛行八千九百八十六架次 總計一萬八千兩百三十九小時 在這樣的背景下 發生超過百人死亡的事故 俗稱黑盒子的飛行記錄器 和座舱通話記錄器 在調查工作上居於關鍵地位 分析師認為 一切要等到黑盒子的資料判讀完成 才能解開謎團 美國科文投資銀行 專精於航太國防產業的馮魯莫認為 考量到七三七八百機型已經成熟 同時東方航空時事班機的機靈 不到七年 會發生事故的原因 不出地勤維修 機師認為失誤或是遭人蓄意破壞 不太可能是飛機設計或製造的問題 因此MAX遭遇的全球大規模停飛 出現在七三七八百身上的可能性很低 公視新聞 徐佳仁編譯